求這幾個反三角函數值 這幾個反三角函數值 首先我們要記一下 這個反三角函數值呢 必須在哪一個角度範圍裡面去找 我們把剛才反三角函數呢 限制的這個 它的圓三角函數的限制定義 也就是反三角函數的值域範圍 我們先稍微再複習一下 剛才角度的選法 Axine的話呢 要在-2分子π 跟2分子π裡面去找 Arcosecond要在0跟π之間去找 Arctangion要在-2分子π 跟2分子π中間去找 Arcotangion 那當然我們主要的角度範圍找出來 它會有開區間 比區間一點的差異 像Arcotangion就沒有包含-2分子π跟2分子π這兩個點 Arcosecond就有 那這個主要的角度範圍這個要把它記起來 Arcosecond的話呢 在13向線角 0到2分子π 連擊π到2分子π Arcosecond呢 也是在這個角度範圍裡面去找 那這個角度範圍確定了以後 我們現在就來看 哪一個三角 哪一個角度的三角函數值呢 會滿足這個 這個 這個 X所對應出來的這個角度 好 那我們找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的話 就是要滿足sin值等於2分子1的一個角度 那sin值要是正的 凡是三角函數值是正的 我們角度一定是在第一向線角去找 第一向線 六個三角函數值全部都是正的 所以我們在第一向線去找 哪一個角度的sin值是2分子1呢 這個邊長滿足2比1的關係 所以我們從圖形知道 這是一個特別角2比1 這裡是更好3 滿足2比1比更好3的話呢 這個角度這個是等於6分子π 那我們盡量用進度量來表示 cos負2分子1就是要找到cos值是負2分子1的一個角度 cos值是負的就不是第一向線角了 那在cos我們就是在第二向線去找這個角度 cos值要是2分子2分子1 所以我們標出來2-1 這裡更好3可以看出這個角度呢 就是等於3分子2π tengteng teng foam 所以我們就是在第一向線角去找 所以我們在第一向線角去找 所以這個是一個特別角可以看出這個角度呢 就是說等於3分子π Cotangent是负的 负的不是第一项线角 所以在这个角度范围 我们当然是另外这个角度来找 它要满足Cotangent值是负1 所以这里是1负1 所以看得出来 1比1比更好2 这个角度大小 那我们所选的这个角度 就是等于四分之三排 Oxicon根号三分之二 Second值等于根号三分之二 Second值是正的 所以我们是在第一项线角去找 第一项线角去找Second值 是等于根号三分之二 这里是根号三 这里是二 所以这个角度的话呢 这里是2比1比根号三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角度呢 就是等于六分之π Cosicon负二分之一 这个是负的 那哪一个角度的Cosicon值是等于负二分之一呢 那刚才我们有讲Cosicon值一定是大于等于一或小于等于负一 这个是Cosicon的值域 或者叫做Acosicon的定义域 是负无限大到负一连级一到无限大 因为Cosicon值一定会借借会大于等于一或小于等于负一 所以有没有哪一个角度的Cosicon值会等于负二分之一呢 那当然就不可能了 不可能有哪一个角度Cosicon值会是小于一 这个负一跟一之间 不可能 那不可能的话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负二分之一并不在我们的定义域里面 不在定义域里面的X当然对应不出角度 所以我们当然找不到这个反三角函数值 不在定义域里面 所以如果要写这个反三角函数值 我们就会写不存在 求这个三角函数跟反三角函数合成以后的这个值 那么要求这个值 我们先从里面这个角度开始找起 Acosicon值2 我们来找出满足Cotension值是等于2的一个角度 Cotension值是等于2 这个叫做Cotension 那这个呢 是正的的话 我们就是在第一项线角里面去找 满足Cotension值是等于2的这个角度 就叫做Acosicon2 加一个负号 前面加一个负号 正角变负角 正角变负角本来逆时针方向旋转 变成顺时针方向旋转 Cotension值还是等于 这个是Acosicon值是2 加一个负号 所以这个的话 那这个角度叫做 负的Acosicon2 顺时针方向旋转 就是负角了 对这个角度的Sine值 Sine值 好 角度找出来以后 Sine 这个是等于R分之Y Sine值的定义是R分之Y 2比1 这里要更好5 所以Sine值到这一步 Sine值的话呢 我们得到更好5分之负1 到这里了 我们算到这里这是更好5分之负1 再继继续 再继续看Arctangent 负的更好5分之1 找到这个角度 哪一个角度的Tangent值会是负的更好5分之1呢 因为这个是负的 所以我们的角度呢 Arctangent的角度范围是负2分之π 跟2分之π之间 Tangent值要等于负的更好5分之1 这个是一个负角 这个负2分之π到0之间的一个角度 所以这个角度就是Arctangent的负的更好5分之1 满足Tangent值等于更好5分之负1 并且角度是从负2分之π到0中间去找 那找出这个角度以后呢 我们对这个角去cosine cosine的话就是斜边分子 这个是R分之X cosine值是R分之X 更好5一斜边算出来 这个是更好6 所以cosine值的话就是更好6分之 更好5 cosine值算出来 这个角度的cosine值 cosine值算出来了以后 我们这个式子呢 是要求平方 还有求平方 再做一个平方 这里还有一个平方的运算 所以cosine值算出来以后 再算平方 我们得到这个结果就是等于6分之5 就算平方的合作 就算平方 解放 如果您的欺负 本来时也净了 就算平方 在中国之互